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您找到我 说安排我负责西语国家 信任教会的工作 我挺吃惊的 心想我一直都是 进传福音的本分 也没负责过 信任教会的工作 对怎么教惯新人 也没有什么经验 而且呢语言又不同 教惯新人 肯定会遇到 很多问题和难处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呀 刚传进来的新人 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 如果浇灌不及时 他们不明白真理 在真道上 还没有扎下根基 要是退去了 那我不就作恶了吗 被撤换不说 严重了还会被淘汰 之前的负责人啊 就是因着工作 一直没有果效 被撤换了 信任教会的工作啊 刚起步 很多工作都处在 摸索阶段 工作不好做 我肯定也担不起来 但又想到 这是本分领导 我不能拒绝 可心里面啊 一直安静不下来 想到之前传福音的时候啊 挺顺手的 一个月呢 还能传进来不少人 可现在信任教会的工作啊 难度大 做不好 还有可能被淘汰 我心里就顾虑很多 对静好这个本分 心里没底 就总留恋呢 仅传福音本分的时候 看到信任教会 存在这么多的 实际问题和难处 有的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 感到特别无奈 觉得静好这个本分啊 太难了 可这些问题和难处 如果不尽快解决 就会影响 教会工作的正常进展 是 我特别无助 就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明白神的心意啊 顺服下来 第二天 有个弟兄啊 向我反映 信任教会的问题 弟兄说 接受神末世做工的人啊 越来越多 在划分教会时 有的信任教会的带领 不负责任 把有些新人给漏掉了 他们没有聚会小组 吃喝不上神的话 你看看这几个新人 给我发的消息 我打开弟兄转发的信息 看到一个新人说 弟兄 你是全能神教会的吗 我不在全能神教会的 聚会小组了 我想在网上啊 交通全能神的话 你能帮助我吗 我现在吃喝不到 全能神的话 我好难过 另一个新人说 弟兄 我现在吃喝不到 全能神的话了 我在神家以外 我好痛苦 你能帮我聚上会吗 还有一些新人 每天很高兴地 等着聚会 可带领却没给安排 新人聚不上会 明白不了真理 生命会受亏损了 是啊 弟兄很难过地说 我不懂你们 怎么教官新人 我不管你们的工作量 有多大 有多少难处 这些接受福音的人 现在参加不了聚会 吃喝不上神的话 你看到这些 就不气愤难过吗 是 我们稍微操点心 也不至于让这些新人 流逝在神家以外 听着弟兄一句句的质问 看着新人发的信息 我感到很扎心 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 想到啊 就是因着我们的失职 导致新人 流逝在神家之外 他们过不上教会生活 吃喝不上神的话 生命受亏损 而我呢 眼看着新人教会 这么多的问题 却不负责任 对新人的生命 没有负担 不想着怎么尽快地 把新人的教会生活呢 安排好 浇灌好 还想要逃脱 怕担责任 真是太自私了 是 想到神的话说 都说贴着神的负担 维护教会的见证 谁贴上了 问一问自己 你是贴着神的负担的人吗 你能让我的心意 在你身上得到满足吗 关键时刻 你心摆上了吗 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吗 多多问问自己 多多揣摩 神一句句问话 就像是在 面对面的责问我 我感到扎心难受 也特别内疚 想想 神家安排我 负责新人教会的工作 就是希望我 能够体贴神的心意 是 跟弟兄姊妹 能够同心合意 把新人浇灌好 使他们能够正常聚会 吃喝神话 尽快在真道上 扎下根基 是 现在一些国家 信任教会刚成立 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难处 急需要处理解决 可我却丝毫不体贴神的心意 自从接受这个托付以后啊 我整天考虑的 都是自己的前途后路 担心自己进不好 被显明淘汰 结局就没了 对本分没有负担 也没有责任心 真是太自私卑鄙 太没有人性了 今天弟兄给我转发 这些新人的信息啊 背后也有神的心意 是为了唤醒我麻木的心 让我看到啊 自己肩上的责任 能对本分产生真实的负担 我就在心里向神祷告 不愿再考虑自己的前途后路了 愿依靠神 把这个托付担起来 用心尽本分 和弟兄姊妹啊 一起寻求真理 尽快解决教会中的问题 嗯 接下来 我就安排人呢 去联系这些没聚会的新人 给他们安排好教会生活 同时啊 我也去实际地去了解 教会的各项工作 看到许多信任教会啊 刚成立 有的负责人呢 也是刚操练 很多工作不会做 还有的负责人啊 尽本分应付糊弄 不及时地解决 新人的难处问题 需要交通帮助或者调整 是 尤其看到有些新人 受牧师长老的迷惑搅扰啊 不来聚会了 而且这样的新人越来越多 面对这些问题和难处啊 我心里不由自主地 又开始担心了 如果我负责了一段时间 问题难处没解决 工作没有起色 那我肯定有 推卸不了的责任 到时候呀 我肯定就被显明了 我越想就越消沉 虽然外表忙忙碌碌的 可心里感到压力很大 到了月底的时候 一看啊 这个月不正常聚会的新人 数量比上个月还多 我瞬间就痰软了 心想 我刚刚负责这个工作 时间还不长 现在赶紧辞职 做得饿还少些 如果继续静下去 新人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要是退去了 那我做得饿可就大了 那就不是光被扯坏了 很可能 结局归宿就没了 我越想啊 辞职的念头就越大 最后呢 我拿定主意 一定要辞职 当我起身的时候 突然就感到头特别地晕 眼前来回地晃啊 差点晕倒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心想 是不是最近压力大导致的呀 一个姊妹知道后 就跟我交通 突然临到这个病啊 也有神的心意 有该学的功课 是 听姊妹这么说 我才安静下来寻求反省 也来到神面前祷告 让神开启我 能认识自己的败坏 是 我这阵子尽本分遇到难处 又有撩挑子的想法 我知道这是背叛神 也想寻求真理解决 那你当时 是怎么寻求解决的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在六百七十二页第二段 吃喝神话 祷告操练 接受神的负担 接受神的托付 都是为了使你前面有路 你对神的托付越有负担 你就越好被神成全 有些人让他起来佩搭侍奉 他还不愿意 这是懒惰 贪想安逸的人 越让你起来佩搭侍奉 你的精力越多 因你负担多了 精力多了 被成全的机会 也就多了 所以说 你能真心侍奉神 就能体负神的负担 这样 你被神成全的机会就多了 现在正在成全 这样一批人 圣灵越加倍感动你 你体贴神负担的时候越多 越能被神成全 越能被神得着 到最后 成为神所使用的人 现在有些人 对教会没有负担 皮皮塌塌 只顾自己肉体 这是太自私的人 也是瞎眼的人 你看不透这事 就没有负担 你越体贴神的心意 神越加给你负担 自私的人 不愿受这苦 不愿付代价 结果 被神成全的机会 就错过了 这不是坑害自己吗 如果你是体贴神心意的人 你就会对教会 产生真实的负担 实际上 与其说对教会有负担 不如说 是对你自己的生命有负担 是 因为你对教会产生负担 是为了借此精力 来让神成全你 所以说 哪个人对教会最有负担 哪个人对生命进入有负担 哪个人就是被神成全的人 你看透了吗 若你所在的教会一盘散沙 你仍然不着急不上火 弟兄姊妹 不能正常吃喝神话 你更是视而不见 这是没有负担的表现 这样的人 不是神喜爱的人 神所喜爱的人 是饥渴慕意的人 都是体贴神心意的人 所以 现在你们应该体贴神的负担 别等着神公义的性情 向万人显现了 你再体贴神的负担 那时不就晚了吗 现在正是被神成全的好机会 你若错过被神成全的机会 你将终生遗憾 像摩西一样 没进入迦南美地 终生遗憾 懊悔着死去 等神公义性情 向万民显现时 你就得懊悔 神不行罚你 你也得因懊悔而自我刑罚 是 阿们 阿们 读完神的话 我看到啊 对待神的托付 有没有负担 直接就关系到 人能否被成全 人越担当托付 越体贴神的负担 就越能获得神的祝福 相反啊 对待神家的工作 和自己的本分 没有一丁点的责任心 尽本分总保全自己 丝毫不维护神家利益 都是自私卑鄙的人 没法得着神的成全 是啊 反省我自己 就特别地自私卑鄙 尽本分不愿担重担 不体贴神的心意 只考虑自己的前途归宿 当不正常聚会的新人 越来越多 我不是着急去寻求解决问题 尽快把新人扶持起来 而是担心继续进这个本分 被显明淘汰得更快 这是灵魂债 我可承担不起 于是我为了保全自己 就想要辞职不进这个本分 对神没有一点忠心 我尽本分啊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一看没有利 又得受苦 又得担责任 我就想逃跑 处处给自己留后手 工作顺手呢 我就满心欢喜地去做 尽本分有难处不好做 危及到自己的前途归宿了 我就想撂挑子 对神没有一点真心 更没有诚实的心 就是个圆滑鬼诈 唯利仕途的卑鄙小人 根本不值得信赖 神也不会成全 我这样自私鬼诈的人 我越揣摩就越恨自己啊 没有人性 没有良心 不配活在神面前 也特别地懊悔自责 我也是挺原话诡诈的 尽本分没有责任心 越是关键的时候 越想撂挑子 一点都不值得信赖 你说这尽本分 为什么就总考虑 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前途 为什么这么自私鬼诈呢 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后来灵修的时候 我看到神解剖狄基督的话 对这事看清楚了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下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临到调整本分的事 在正常情况下 人应该接受顺服 但必须得反省自己 认识问题的实质 也认识自己的缺少 这是很好的事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像这么简单的事 都不复杂 都能想清楚 正常人临到这类事 最起码会有一方面的收获 对自己有准确的认识与评价 但是敌基督却不然 他们无论临到什么事 都与常人不同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没有顺服 没有积极主动地配合 更没有真实地接受 而是从内心反感 抵触分析研究 绞尽脑汁的猜测 为什么要挑我 去别的地方工作呢 为什么不让我 尽现在的本分呢 难道我不合适吗 难道要撤换淘汰我吗 他们在心思里 对所发生的事 不停地思考 不停地分析 不停地琢磨 很简单的一件事 在敌基督那儿 就要大做文章 就要思来想去 甚至彻夜不眠 他为什么能这么思考呢 为什么能把一件简单的事 想得那么复杂呢 原因只有一个 底基督对神家 针对他做的任何安排 他都与自己得福的希望 与以后的归宿 紧紧地挂钩联想 所以他认为 我不得不小心啊 一步走错就会步步走错 那我得福的希望就没有了 那就要我的命了 我可不能大意啊 神家 弟兄姊妹 上层带领 甚至神 那都不可靠 都不是我信靠的对象 人最可靠的 最值得信赖的 就是自己 自己如果不为自己打算 那谁还能顾念你呢 谁还能考虑你的前途 考虑你以后是否得福呢 所以我得为自己精心地筹划 竭力打算 不能有一丁点的马虎 否则就容易被人利用上当了 狄基督把得福看得比天大 比命大 比性情变化重要 比人蒙拯救重要 比做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更重要 他认为做合格的受造之物 尽好本分蒙拯救 那都是小事不足挂齿 唯独得福 这是一生当中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 所以无论临到什么大事小情 都要小心再小心 都要多留一个心眼 为自己留后路 阿们 阿们 传摸着神的话 我认识到啊 自己尽本分总保全自己 考虑个人的利益 流露出来的性情 跟神结识的狄基督一样 特别自私卑鄙 凡事总为自己得福得利 信神的存心啊 就是想从神那里得福 不管临到什么事啊 首先考虑的 就是自己的结局归宿 把得福看得跟命一样重要 尽本分呢 也是思前想后 处处防备神 给自己留后手 生怕一不小心啊 就被显明淘汰 没有了归宿 对神没有一点真实的信 想想自从接受了负责信任教会 这个本分 一看有很多难处啊 我就想去传福音 因为觉得 尽传福音的本分 能有果效 能多结果子 最后能承受神的应许啊 有美好的归宿 当看到信任教会 难处多 问题多 我就担心 教官不好 信任退去了 会追究我的责任 淘汰我 一看涉及到 自己的地位前途 感觉得不着福气了 我拔腿就想跑 一点啊 不想再进这个本分了 看到我进本分 完全就是为了得福得利 是在更深搞交易 根本就不是为了 顺服神 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 想到保罗传福音 走遍大半个欧洲 又到处地建立教会 受了那么多苦 可他撇弃花费 全都是为了得福 是 是想用做工的代价呢 来跟神搞交易 所以保罗最后 说出那样一句话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看到我的表现啊 跟保罗一样 尽本分没有真心 就是想用外表的付出花费 来跟神讨要公价 从神得着福气 我完全就是凭着 人不畏己 天中地灭的毒素活着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啊 就是混进神家的 投机分子 不信派 看到自己啊 太不是东西了 教会这么多的 实际问题 都需要解决 我不在这些 正式上下功夫 整天琢磨自己 有没有结局归宿 能不能得着福气 真是没有人性啊 想到这儿呢 我心里就很自责 就向神祷告 不再为自己的 结局归宿考虑了 愿意安下心来 把这个本分尽好 看到信神不追求真理 尽本分不体贴神的心意 光想着要得福 跟神搞交易 这信神的观点不对 是欺骗神 抵挡神 是 是啊 后来我又看到 一段神的话 心里就更凉堂了 在一千一百六十七页 第二段 人尽本分 其实就是将人原有的 及人本能及的都做到 那人就尽到自己的本分了 至于人在侍奉中的弊病 那是在逐步的经历中 在经历审判的过程中 逐渐减少的 并不拦阻 也不影响人的本分 若有人害怕 在侍奉中存有弊病 而停止侍奉 或后退让步 那这样的人 是最懦弱的人了 人在侍奉中 若不能将人 该表达的表达出来 不能做到 人本能所能及的 而是互能应付 那人就失去了一个 受造之物 该有的功用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所谓的庸才 是无用的废物 这样的人 还怎么能称之为 堂堂的受造之物呢 不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的腐朽之物吗 人的本分 与人的得福或受获 并无关系 本分是人该做到的 是人的天职 因不讲报酬 不讲条件 没有理由 这才叫尽本分 得福 是人经审判之后 得成全 而享受的福气 受获 是人经过 刑罚审判之后 性情没有变化 也就是没经成全 而受到的惩罚 但不论是得福 或是受获 作为受造之物 就应尽到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该做的 做自己能做到的 这是作为一个人 一个追求神的人 最起码具备的 你不应为得福 而尽本分 也不应怕受获 而拒绝尽本分 我对你们说一句 这样的话 人能尽自己的本分 那是人该做的 人若不能尽自己的本分 那就是人的悖逆 人都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逐步得着变化的 也是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才显出忠心的 这样 你越能尽自己的本分 越能得着更多的真理 而且你所表达的 也就越实际 阿们 看到神的话 我明白了 尽本分跟得福受获 没有关系 是 尽本分是我一个受造之物 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 不该跟得福挂钩 不管我尽的这个本分 有多少难处 我都应该尽上忠心 负起这个责任 即使最后 因我没有尽好本分 被调整撤换了 也有我该反省认识的 是 我不能因担心 被显明淘汰 就不尽这个本分了 其实啊 神家撤换淘汰人 都是有原则的 是 神家淘汰的这些人 都不是因着 尽哪个本分 被淘汰了 也不是尽本分 一出错就被淘汰了 神家从来不这样淘汰人 这些人 都是因为 信神多年 不追求真理 不走正道 始终不悔改 被显明淘汰的 是啊 那些追求真理的弟兄姊妹 即使有了过犯 神家也给机会 交通帮助 修理对付 如果人对自己有认识 悔改变化 神家会继续留用的 是啊 我也明白了 神衡量人 尽本分是否合格 不是根据人 在尽本分中 外表付出花费多少 做出多少成果 而是看人啊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是否注重寻求真理 按原则办事 在本分上 有没有尽心尽力 神看的是这个 是 另外啊 不管尽本分中 遇到多大的难处 只要体贴神的心意 寻求真理 神就会开启人 什么难处都能解决 是 如果不追求真理 处处考虑 自己的利益得失 尽本分呢 糊弄应付 始终不悔改 早晚啊 得被神显明淘汰 明白了神的心意啊 我就再次向神祷告 不再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了 愿意在这个本分上 尽上自己的权利 感谢神 那之后 你在这方面 是怎么实行进入的 之后啊 我就投入到尽本分中 也静下心来呢 细节的梳理 教会的这些工作 把现实存在的问题难处啊 一条条地列出来 解决不了的 就向带领同工寻求 也跟其他教会的带领同工 交通讨论 明白了相关的原则 和实行路途啊 许多问题难处 都得到了解决 当我扭转心态啊 不再考虑自己的结局归宿 而是想着 怎么跟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地 解决新人的各种问题难处 一段时间后啊 教会生活 一步一步地走向正轨 不正常聚会的新人 也陆陆续续地 恢复了教会生活 能正常聚会 吃喝神话了 还有不少新人 也开始传福音尽本分了 我看到了神的带领祝福 对神说的 追求主动进受召之物的本分 是成功的路 有了一些真实的体会 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 新人教会 从起初刚成立 存在很多问题 到后期 一点点地步入正轨 新人能够正常地 过教会生活 这都是神做工达到的果效 我体会到了 神的工作 真的都是神在做 人只是配合 是 无论尽什么本分 有什么难处 人只要顺服下来 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 在尽本分中 能够寻求真理 体贴神的心意 尽全力去配合 就能看到神的祝福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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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